大家好,欢迎来到果然八姐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! 成功背后,她也不得不应对娱乐圈的流量压力,她的私生活被曝光,遭受网友的嘲笑和指责,有人认为她没有代言和商务合作,感到她丢脸。 然而,邓维没有选择沉默,而是采取了积极的反击行动,近日有很多欢乐的节目连在一起, 朋友们也都纷纷因为有假期,而开始了自己的行程安排,在社交平台上也更加活跃度。 在这样值得庆贺的日子里,艺人们也都纷纷更新了,动态和粉丝们一起欢度节日,众多艺人也都转发了,央视官博的最新动态,为这样特殊的节日送上了祝福。 虽然这是一次普通的送祝福的互动,但大家却能够从数据榜上看出很多问题。 但网友们比较意外的是,这一次男演员邓维的数据竟然脱颖而出了。 他的点赞量排名第二仅次于肖战,在众多男艺人中肖量的数据一直都非常好。 自从他走红之后,粉丝为他创造了很多数据上的记录,每次有排行榜或者是数据榜单,肖战都是稳居第一的。 这一次也不例外,在众多转发动态的明星中,肖战的点赞量将近两百万,排在第一名。 看到这样的数据之后,大家并不算意外。 当他往下看到第二名的时候却有些惊喜,男艺人邓维的点赞量突破了百万,排在第二名。 这两位男艺人的点赞量突破了百万,也算与其他艺人拉开了差距。 邓维是在前一段时间凭借古装剧《长相思》走红的一位男艺人。 虽然此前他一直都在代曝的行列中,但实际上当时大家列出了几位代曝的男艺人都没有真正出圈成功的。 邓维凭借《长相思》中的角色大量圈粉,因为角色的魅力也很大,所以受到了更多的关注,甚至打破了大家对他过去的一些偏见。 网友们也都意识到动物未通过这部剧出圈了,但直到看到这一次的数据才意识到,他的热度真的比从前要高很多,排名中排在第三名中。 网友们也认为王一博,虽然他与邓维的点赞量差距并不算太大,但一个是百万以上,一个是百万以下。 王一博与肖战从前曾一起合作过陈情令,两人也是共同通过这部剧走红的演员。 如今,他们的发展规划有了很大的差异,自从成功地进军影视圈之后,两位男演员也都在坚持进组拍戏,王一博此前更侧重于电影圈的发展。 而肖战则是拍摄了大量的电视剧,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 排在王一博之后的男艺人是王赫帝。 目前来看,王赫帝的热度稳定得还很好,没有通过《苍蓝爵》走红之前,王赫帝的粉丝比较分散,也没有系统组织过。 如今粉丝们会适当地做数据,因此王赫帝也频繁出现在各大榜单上。 而且和王赫帝同期的男艺人中,相比较之下,他的路人员和口碑也都更好一些。 这些榜单和数据虽然不能绝对的,说明某位艺人的真实热度情况,但也能作为参考。 对于一些明星演员来说,他们的作品是一方面,热度和商业价值也是一方面。 但作品也是维持热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,大家喜欢的热度是因为作品和角色。 如果只是通过营销和炒作,这样的热度和流量也会被大众厌倦的。 邓伟,这位年轻的艺人拥有两幅截然不同的面孔,对于他的粉丝杨子而言,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,一切都近乎完美。 然而,在与其他人的相处中,邓伟却展现出了一个十分不爽的一面,对于杨子来说,邓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。 无论是在节目录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,杨子对邓伟总是充满了关爱和体贴。 他会细心询问邓伟的身体状况,鼓励他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而且,在邓伟遇到困难时,杨子总是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,给予他帮助和支持。 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让邓伟深感温暖和感激,也增强了他对杨子的信任和依赖。 与其他人相处时,邓伟展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面,他对其他人的态度可以说是十二分不爽。 不论是与媒体、工作人员还是普通观众,邓伟常常表现出不耐烦和不友好的态度。 他常常对别人的问题置之不理,甚至与带讽刺的回答,在与工作人员合作过程中,他也经常发脾气。 不顾他人感受,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令人难以理解,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质疑。 邓伟之所以对杨子和其他人有如此不同的态度,是因为他对杨子有着特殊的情感连接,杨子的出现给予了邓伟很多帮助和鼓励。 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伸出援手,但这并不能成为邓伟对其他人失礼的理由。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他应该学会尊重每个人,不论是粉丝还是工作人员,都值得被平等对待。 总之,邓伟拥有两幅面孔,对杨子小心翼翼,对其他人十分不爽。 这种双重态度令人难以理解,也引发了一些争议。 尽管杨子对邓伟的关怀和支持是无可否认的,但邓伟应该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,不应该因为个人情感而对他人产生偏见,一个以他独特的时尚风格而闻名的男性偶像。 他不仅外貌俊俏,还散发出一股贵气,而且从不让自己变得娘炮。 那么,是什么让邓伟在外表上如此出色呢? 邓伟他经常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,并通过搭配来展现他的独特品味。 他喜欢穿着简洁大方的衣物,通常选择时尚而高质量的品牌,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休闲时光,他总能找到合适的服饰来展现他的气质。 他的穿衣风格既不过于庸俗,也避免了过于保守,这种平衡使他看起来既时尚又优雅。 邓伟的穿搭风格并不追求昂贵的品牌,而是更注重服装本身的设计感和穿着效果。 无论是在红毯上还是日常街拍中,他经常会选择一些平价品牌的单品,但是搭配出来的效果却能媲美高级品牌。 这种低调奢华的态度不仅,展示了他对时尚的深刻理解,更让人们认识到时尚并非只属于名牌的专利。 通过他的穿搭,邓伟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,时尚可以简约而不失高级,还能根据不同场合灵活转变风格,可以随意操控潮流,将街头风与正式场合的优雅进行完美结合。 无论是干练帅气的西装造型,还是精致可爱的裙装,邓伟总能凭借自己的独特眼光和个人魅力,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。 邓伟通常选择简单而精致的款式,这样既不会显得过于花哨,又能增添整个造型的亮点。 邓伟他拥有一个健康而结实的体格,这是维持外貌俊俏的关键。 他坚持每天进行适度的运动,包括跑步、健身和瑜伽等,这些运动不仅帮助他保持身材,还提高了他的体质和自信心。 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,邓伟展现出一种健康美的气质。 邓伟以自己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众多粉丝,他拥有独特的气场和自信的笑容,总是给人一种亲切和自然的感觉。 他从不过分追求完美,而是接受自己的不足,并将其转化为独特的魅力。 这种真实和真诚让人们喜欢他的同时,也倍感亲近。 邓伟之所以能够既俊俏又贵气又不娘炮,是因为他对个人形象的打造非常用心。 他注重细节,保持身体健康和锻炼,以及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。 他散发出的自信和真实让他与众不同,成为人们喜爱的偶像。 无论是在时尚圈还是娱乐界,邓伟都以他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闪耀着光芒。